今天这个讲座呢我们主要呢是作为知识的分享 不作为呢个人的这个法律和税务建议 如果有疏漏之处呢也敬请大家的这个谅解和指正 好的我们今天呢就是先呢复习一下哈 这个遗产传承的这个程序 就无论你传承的是什么资产啊 是现金还是啊 Trading Account啊 是你的RSP还是你的这个房子 那么他遗产传承的程序呢是不变的 我们就来review一下这个遗产传承的程序 然后看一下那么资产传承最重要的两个点在哪 就是什么是可以写进遗嘱 什么可以的不写进遗嘱 直接写收益 然后我们好好讨论一下 那么这个房产是生前联名呢 还是生前赠予呢 还是遗嘱传承啊 还是给他卖了哈 最后呢我们有一个问答的这个环节 好的 那么资产传承呢 我从第一讲的时候就开始说了 对吧 这个呢人活着的时候呢 这是你的资产 your assets 我们脑子里想的是呢 我们过世的时候呢 这些钱啊可以成为我们的资产 可以成为我们孩子的这个资产 100% 能够传承给我们的孩子 但是呢实际上呢是你的资产呢 会被分成三份 一份呢就是你这个final tax 你的收入税和你的这个资产增值税呢 在你过世那年呢 要一次性的在你个人的t1 general上呢 要进行税务申报 那么我们都知道 在安省的话呢 如果你的收入超过22万 那你的编辑税率呢就是53.53 就是说每100块钱 你就要交给政府53块 53块钱 那么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呢 这个final income tax 会吃掉你整个资产的相当大的一部分 这是跟税务局打交道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跟这个quart 就是这个quart 那么有一个per base的这个程序 也会吃掉你资产的可观的一部分 所以说呢实际上呢 那么最后我们真正能够留给孩子的话呢 有的时候会少过一半 少过一半 所以说呢在资产传承的过程中呢 常常呢政府会成为我们最大的一个受益人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资产传承 如果你不想给 你想度给孩子留些东西的话呢 你就把这个收入税给它降下来 把这个per base fee给它降下来 对吧 你给税务局交的少了 给这个quart交的少了 你留给孩子的自然就多了 所以说整个estate planning 也就是说这个遗产规划呢 plan的都是我怎么少交税 怎么少交这个费用 好 刚才说了哈 无论你这个传承什么这个资产 你这个程序都是一样的啊 无论你你transfer的这个是一个房子 你就去这个土地厅对吧 你transfer的是现金或银行账户 那你就去银行 如果你是在投资公司有投资账号对吧 或你的etf呀 你的这个stocks呀 这个trading的呀对吧 有的人还有这个虚拟货币对吧 那就要去相关的投资公司 办理过户手续的时候呢 需要提供以下三个 三个文件哈 第一个呢就是遗嘱 遗嘱里面说明说什么呢 就是说有没有最最终的 有效的遗嘱指定 我是这个过世人的遗嘱执行人 我有权利呢替过世的这个人呢 处理他身后的资产 这个就是遗嘱 第二个呢就是死亡证明了 就是这个当事人呢 他确实呢已经过世了 那么现在呢 我作为遗嘱执行人呢 开始帮他进行遗产货户 遗产这个传承的这个程序 最后呢就是这个遗产解冻信 就是我所有的该交的钱都交了 该交的费都交了 我这个遗产呢可以解冻了 可以解冻了哈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拿到这个解冻信呢 第一个就是不欠税 由税务局出示的clearance certificate 第二个呢就是不欠债 你无论欠的是私人的这个借款 还是跟银行在credit bill上 可以显示的visa 还是你的这个mortgage 还是你这个private loan 你都已经都欠 都已经清了哈 第三个呢就是不欠费 就是说我们跟这个court的perby fee 跟这个专业人士 比如说lawyer啊 accountant的啊 这个相关的费用都已经啊 结清了 最后一个呢就是没有纠纷 所以说无论你传承的是什么资产 那么这个cra的这个税 还有这个court的这个费用啊 都是不能避免的 又回到我刚刚开始就说了哈 所有的资产规划都是cra 怎么少交税和这个perby letter 怎么样能够拿到拿到手里面哈 那么对于房子来讲 好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资产传承呢 就是冻结解冻和分配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吧 那么我再强调一下呢 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两个呢非常重要的这个文件 还有呢两个费用 以及呢两个重要的规划 那么两个重要的因素呢 反复强调哈 就一定要有遗嘱 一定要有这个书面的遗嘱 否则的话呢 按这个没有遗嘱传承哈 会消耗更多的时间 更多的钱 更多的这个精力 再就是呢 一定要指定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知识 愿意帮你操这个新的人呢 当你的遗嘱执行人 遗嘱执行人呢 可以有多个哈 你可以指定自己的亲人呢 再加上一个专业人士 两个重要的文件呢 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拿到 这个pervert letter 和这个clearance的certificate 那么两个费用 绕不过去的费用呢 就是说 这个资产认证费 是交给这个法庭的 交给法庭的这个资产认证费 和最后的这个 交给税务局的这个税单 那么 为了能够让你这个资产 能尽快的 尽快的解冻 尽早的 把这个资产呢 分给你的家人 分给自己的孩子 对吧 我们所有的规划 就是少花时间 我们看到太多的case pervert三年 pervert五年 还在那pervert呢 那么这个资产 都已经 有的都跌了三分之一了 还没有 还没有分出去呢 所以说呢 这个时间 无论是在我们 生前还是我们过世以后 它都最稀缺的资源 再一个呢 就是现金 因为 Quart和这个CRA呢 他们要的是现金 他们要的 不是你的这个房子 这也就是为什么市场上 会有这个 拍卖房 对吧 就是叫遗产房啊 被Quart拍卖的遗产房 好的 这个呢 是属于前两次 这个讲座的一个review 那么大家有了这个思路的时候呢 就会明白 我们对大多数的家庭来讲 你跑不出去 这八个 八种的这种资产 你的银行的cash 你可能有一些基金的投资 你有投资房 无论是一个还是N个 然后呢 你有一个资助房 免税账户 你有保险 你可能有保本基金 你可能还有Rsb 没有用完 那么所有的这些资产 你如果进行分类的话 你就会发现呢 前面这四种呢 是没有受益人的 你在开设这个账户的时候呢 没有这个设立受益人的这个选项 那么凡是没有受益人的这个呢 他就一定会要进到你这个 需要进行perbit 也就是说 需要进行这个 perbit这个程序了 那么常常会说 哎呀我这银行的存款 我们有一个客户啊 他过世的时候 50万的这个大病 50万的大病 理配出来 进了他的个人账户了 这个账户的现金 就是动不了呀 因为这个银行的这个现金啊 他也需要 扫这个认证程序 那么所有的这个资产认证完了 这个钱才能动 那么没有认证完之前 你这个现金 你也不能动它 这个就是 没有受益人的这个产品 那么有受益人的产品呢 比如说你TFIC 对吧 你这个保险 这个SAC Fund 你的这个RSP 那么他呢 就免除了 免除了遗产认证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解决了 第一个问题 对吧 就是什么样的资产 我们不让他进这个 不让他进遗嘱 什么呢 就必须要写进遗嘱 那么就是没有受益人的 没有受益人的 你就得给他写在遗嘱里头去 如果你要不写在遗嘱里面 会怎么样呢 那就按这个没有遗嘱进行分配了 那么有这个受益人的话 那你最好不要写进遗嘱里面 为什么 因为即便你写进遗嘱 你遗嘱里指定的人 如果和你这个beneficiary啊 不是一个人的话 那你写了也白写 但如果说有很极端的情况 两个刚改了beneficiary 然后呢 遗嘱又改了 那可能还会发生一些不必要的这个不必要的这个纠纷 所以说呢 这些有受益人呢 你就不要写进遗嘱了 这个就可以减少我们这个perbate 那大家现在就可以想了 那么既然我的投资房 我的这个自住房 不能写受益人 那怎么办啊 那怎么办呢 这个是税的问题 这个就是说 这三个自住房免税账户保险是不用交税的 那么真正在传承的过程中 在传承的过程中 既不用交perbate 又不用交税的 只有两种产品 只有两种产品啊 这个TIFIC和这个insurance 那刚才呢 我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哈 就是说 那么既然投资房和自住房 不能有受益人 那怎么办 我看有人可以出声音哈 那么你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如果愿意的话 好 那我可以跟大家讲 所有没有受益人的这个产品 都可以通过资产联名 都可以通过资产联名呢 来绕过这个perbate的这个程序 你不让我写受益人 那我联名总是可以的呀 对吧 那么联名的话呢 那我走了 这个钱自动就是survive那一方的 对吧 那么也就是根本就bypass了你这个遗产 bypass了你这个will 就绕过了你这个遗产 我根本就不会进到这个遗产里面去 也谈不上遗产的认证 没有mute的这个朋友 mute一下自己哈 所以说呢 这个图呢 非常重要哈 就是说有这个受益人的啊 直接进啊 不进一住 直接就给受益人了 没有受益人的 做成联名资产 联名资产 好 那么接受到这个联名资产 我们就看一看房子 房产哈 其实房产投资中的数有问题呢 我曾经单独的做过一次讲座 因为呢 房产投资呢 它分成几个阶段 一个就是买入 持有 出售 还有传承阶段 很多东西呢 当你看传承的时候 都已经晚了啊 因为你买的时候呢 可能就就就就有问题了 比如说我买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想 我们的当payment从哪出 如果是新房HSC的问题 其中就有一个title的问题 就是一个title的问题 我买这个title 是买在我的名下呢 还是买在两个人联名呢 夫妻之间投资房 对吧 是一个人的名字呀 还是两个人联名买呀 是买成我个人的资助房啊 还是买上孩子 还是买上我的 买上孩子的资助房呢 还是我的投资房呀 所以说 房子的这个传承 你在买入的时候 其实就应该想了 就应该想了 那么如果说 你当时没想 那么在传承的时候呢 就会涉及到这个 capital gain 和这个perby fee 也就是我们从最最开始 说的这两个费用 就一定会出现 那么常见的呢 有四种的传承方式 我们现在呢 就挨着个的来看一下 这个四种方式 它所围绕的 围绕的重点 第一个就是 我在传承房子的时候 我怎么能不能不交税 我怎么能不能不交税 如果你不想交税的话 那只有一种方法 就是你的房子是自住房 是自住房对吧 当然我们刚才说了 自住房你可以不交增值税 但是呢 有一个perbate 有一个perbate的问题 那么怎么样避免这个perbate 那就要case by case了 那第二个呢 就是少交税 就是我实在绕不过去了 对吧 我有很多投资房 我怎么能够做到少交税 N加1呢 就是自住房的一个指定 自住房的一个指定 然后呢 section 45 2和3呢 就是自住房转投资房 投资房转自住房 前后分别多加四年 多加四年的一个税务规划 好 还有一个呢 就是晚交税 晚交税 那么晚交税呢 只能就是说 什么叫晚呢 对吧 晚到我人过世的时候了 我不能不交的时候 那就是最晚的时候 那其实就是一个遗嘱传承 遗嘱传承 所以说整个呢 它是跑不过去 这三个思路的 要不你就不交税 要不你就少交税 要不你就晚交税 对吧 不交税的话 就是自住房 少交税的话呢 需要一个单独的一个讲座 N加1和这个section 45 2 3 非常 还是有些麻烦的 晚交税的话 那就是遗嘱传承 对吧 好 那么如果说 我不想走遗嘱传承 我不知道 我人走的时候 那么这个房子 是不是真的 就给了我 我们家孩子了 对吧 我是不是会有什么 潜在的风险和纠纷 我不想通过遗嘱传承 那你在生前的时候呢 有四种方法 一个是生前卖掉 第二个呢 就是生前联名 还有一个呢 就是生前就赠予了 最后一个呢 是遗嘱传承 就是这么几种方式 跑不出去这几种方式 那么生前卖掉的话呢 比较简单 对吧 这是我的自住房 这是我的自住房 我卖掉 没有增值税 对吧 那么我把钱给孩子 在我活着的时候 就把钱给孩子买成 他的自住房 或者给孩子赠予 他愿意买什么买什么 这个非常简单 那么这个呢 我曾经呢 做过一个这个 做一个YouTube视频 大家呢 可以呢 到这个YouTube的 这个网 这个网址是呢 去看一看 去看一看 我们今天呢 主要呢 就讲这个 生前的这个联名和赠予 因为卖掉的话呢 非常简单 对吧 我自住房不交税 投资房呢 那就是一个 capital gain的一个税 对吧 但是它的好处 就是我生前可以控制 我可以控制 坏处是什么呢 他把这个税提前交了 提前交了 遗嘱传承的 也没什么可讲 就是说你在一中里面 要明确的指定 而且呢 你要准备好 那个capital gain 和这个pervade fee 好 那么今天的重点 就讲这个生前联名 和生前赠予 好 那么说到这个房产联名 其实无论是房产 还是其他的资产 你只要是 买这个资产 你只有两种方式 要不就是你自己的名字 对吧 这个房子 或者是 这个投资账户 或者说 是这个 不管是什么 要不你就是自己 名下 要不就是两个人 或者多个人 共同持有 那么谈到共同持有 是有两种的联名方式 大家要注意一下 有一个叫 joint tendency tendency 一个叫 tendency in common 那么对这个 join tendency 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如果你是两个人 联名 肯定是50% 还有一个呢 是tendency in common 叫 同权共有 那么同权共有呢 它的这个联名呢 就可以是1% 和99%的联名 也可能是 父母 各占1% 孩子占98% 也可能是 要加上两个孩子 对吧 各占百分之 百分之 百分之四十几啊 父母各占1% 对吧 剩下的98% 的两个孩子有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说 当你看到一个 产权联名 是50-50的话 它一定是 join tendency 就是联群共有 那么联群共有 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说 一方过世 一方过世 这个50% 这个owner 他过世的时候 那么他的这个 50% 自动就变成了 另外一方的 自动属于这个 surviver的这个 就是活着的这个人 所以说呢 如果你这个资产 或者说你这个房子 你想自动给孩子 那你就一定要 50-50的联名 所以有的客户问我 说那我能不能 1% 99% 我说那肯定不可以 那你这个1% 将来就一定会 进你的这个遗产 你这个1% 就一定会有 会涉及到 这个per-base 这个时间的问题 那有的人就说 那我不想 50-50% 我这个 我的收入已经很高了 对吧 那么我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所有的我的 这个rental income 都交了很多的税 我想99个的孩子身上 那就是 就是说很难有完美的事情 所以说首先呢 房产联名的时候呢 要注意 如果你想自动 给另外一方 要用 Joint Tendency 均分 均分 两个人就是 各占一半 那么三个人呢 就是各占三分之一 四个人就是 各占25% 所以说呢 我们把这个 Joint Tendency呢 又常常会看到 叫Joint Tendency With Rights of Survivorship 很常哈 就是说 这种联名方式的 最大好处 在这个 房产传承的时候呢 就是它是 自动过户 自动过户哈 不会进到 遗产里面去 从而呢 避免了 这个 这个perbate 这个麻烦的事 那有的 朋友就说 那我这房子 当时买的时候 孩子还没到18岁呀 对吧 因为没法 加他的这个名字呀 那我现在 孩子大学毕业了 我能不能把 我的一个投资房 跟他 跟孩子联名啊 我们来看一下哈 如果你买的时候 没有联名 你现在进行 房产联名的话 他就有一个 税务的问题了 我也反复讲过 这个deem的disposition 就是什么情况下 会出现 deem的disposition呢 就是说 默认售出哈 默认售出 是我就来跟你 收税来了 就只要你的这个 title 你改变用途了 比如说你的这个 出租房变成 自住房了 自住房变成 出租房了 那么他就有一个 改变用途 对吧 他就变成 deem的默认售出 一个税务问题 然后呢 就是说你这个 title改了 一个人的名字 变成两个人的名字了 那么他有一个 一个税务的问题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只要是联名 首先有deem的disposition 那么看到 deem的disposition 大家会想 那我卖给谁了 对吧 我用什么价格卖 那你要是跟 比如说我 我想跟我的女儿联名 那等于我这个房子 有一半 卖给我的女儿了 对吧 能不能1% 卖给女儿啊 不是不行 对吧 因为你想 我过世之后呢 我这个房子 自动传给我的女儿 那只能 50 50类名 也就是说你卖的时候 肯定是卖了一半 对吧 那以什么价格卖呢 那就是以市场价了 所以deem的disposition 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卖给谁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以什么价格卖 那么你卖了50%呢 就按这个比例呢 要交这个增值税了 当然了 如果是资助房呢 你只要交一个 大概有600块钱的律师费啊 就可以了 你没有这个税务的问题 好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哈 好 妈妈呢 的投资房 假如她买入的价呢 是50万 那么当前的这个市场价呢 是110万 她想把女儿的名字加上去 然后呢 让这个房子呢 自动留给女儿 那么家孩子女儿 刚才说了 肯定是join tendency 对吧 也就是一半 那大家可以看了 对吧 如果你买的是50万 当前市场价100万 那么总共的capital gain呢 那就是涨了60万 对吧 涨了60万 你一半卖出去了 一半卖出去了 对吧 那你这个妈妈 妈妈这个capital gain呢 就是30万 有了30万的这个房子增值 适通卖出了 适通卖出了 那么房capital gain呢 是一半交税 不像这个利息 如果你这是一个利息 你30万 那都要交税了 对吧 但因为你是这个资本利得 capital gain 那么中间有一半是交税 那30万的一半 那就是15万 也就是说 这个妈妈呀 想把这个成本50万 市值110万的房子 加上女儿的名字 她要出7万5000块钱 她要花7万5000块钱 才能把房孩子的名字加上 那么这个7万5是什么呢 是她把这个增值税 她再给交了 Dim the disposition 想适通卖出 那么妈妈过世的时候呢 假如说妈妈过世的时候 这个房子的市值 已经从110万 涨到了210万了 对吧 妈妈不是还有一半的吗 对吧 那么妈妈这一半的话呢 你就在她过世的时候呢 再交 她那个剩下的那一半的增值税 那就是说总共增值了 210万减去50万 增值了160万 160万的一半属于妈妈 那就是80万对吧 那80万呢 其中呢 有一半呢 是taxable的 那就是40万 40万呢 刚才说了对吧 边境税率53.53 我们拉平50%呢 那就是说 妈妈呢 在最后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20万的税 一个20万的税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就是说房产雷鸣 如果你在买的时候 没有雷鸣 你中间雷鸣 首先有一个 Dim的disposition 还有一个最后 人过世的时候 最后 这个Dim的disposition 当然另外一种算法呢 你也可以这样算 就是说啊 总共增值了210万 其中有一半呢 属于妈妈 对吧 减去这二十万的增值 最后算成也是一样的 一样的 那但是大家可能会说 哎呀 我加了一个名字 对吧 我这个传承的时候 确实方便了 但是我这个得提前 拿出这个7万5呀 那么我这个7万5的话 我要是做我在当配一个condo的话 我可能赚的比这个20万要多呀 对吧 但是就是说 如果你不联名的话呢 你这个妈妈的这个资本增值税呢 其实呢 从头到尾呢 是交40万 40万 所以很多东西呢 它不是这个Dollar 不是Dollar可以算得出来的 比如说你这个房子 传承的安全性啊 对啊 这个省时间呢 对吧 都不是这个20万 还是7万5和40万 能够计算得出来的 所以说大家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 对这个房产联名呢 有一个概念啊 就是说我在 加名字的时候 我有出一份钱啊 那我出了这个钱 能够 我的benefit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房子 肯定归我的女儿了 我一闭眼 我这个房子自动被女儿了 对吧 然后呢 呃 但是呢 存在的这个 弊端是什么 就是这7万5和这个20万 你在生前你也得流出来 然后你走的时候 你得流出来 因为你走的时候 这个房子没有卖掉 是卖给女儿了 对吧 并没有 女儿并没有拿到这 把210万的这个现金 好 这就是房产为明啊 呃 刚才说了 对吧 好麻烦呢 对吧 又是7万5 又是最后的这个 房子没卖掉啊 210万没拿到手 还要准备20万 那我干脆我生前 我生前就直接给孩子赠予 一个赠予 我不买 对吧 赠予 其实赠予呢 跟这个 也是一个默认手 也是一个dim的disposition 因为赠予呢 也涉及到一个title的一个改变 对吧 刚才说 只要有dim的disposition 只不过呢 就会涉及到税有的问题 只不过呢 你赠予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价格 你可以选择价格 这个价格呢 是你跟律师指定的价格 不是税务局的价格 不是税务局的价格啊 如果你这个成本是30万买的 你可以跟律师说 我按我的成本 成本价做文件 也就是在律师的文件上 那个consideration呢 是30万 那么这个所有的这个价格 都是来计算什么呢 来计算这个land transfer的 来计算这个土地转让税的哈 如果你的成本价是30万呢 就按30万计算 如果你这个市场价是80万 你就按80万计算 如果你的这个mortgage mortgage 还有20万 你就必须至少要按 mortgage的这个价格 来计算 有的家长就是说 哎呀我现在有钱 我干脆多 多交点税吧 这样孩子将来 可能是不是就能少交点税 可能高过市场价 可能有这四种情况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果你是按30万 30万的成本价 那你就土地转让税呢 那么在markham哈 markham就算的就是5950 如果你要算80万 那你就是24000 对吧 anyway就是说 你最多 当然你要是高于市场价交接 你的市场价越高 土地转让税 就越多 对吧 但是 但是你的当前的这个增值 是不会变的 就是你的市场价 减轻你的成本价 对吧 那么这个将来的这个增值 将来这个增值呢 有一个增值 那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房子 算你的成本价 给了这个孩子 如果孩子 他是资助房 那没有问题 对吧 那么如果是出租房的话呢 出租房呢 对吧 因为对税务局来讲 对税务局来讲 无论你这个律师 你指定的成本 是30万也好 还是80万也好 还是20万也好 还是这个100万也好 对税务局来讲 都是按照 Deem the Disposition 都是按市场价 按市场价发生的 按市场价发生 如果说你是这个 出租房的话 你是一定 在这个30万和80万之间 这个增值 这个增值税 你是一定要交的 不管你是按30万交接 还是按20万这个去赠予 还是按将来的 这个一个命令 一个命令 那么这个perby fee呢 你将来 你也都是完全都是一样的 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这个房子 你这个房子 一旦赠予出去了 一旦赠予出去了 就会有一个资产安全的问题 一个资产安全的问题 那么大家呢 就会涉及到 那我是孩子 是结婚之前给他呢 还是结婚之后给他呀 那我可以跟大家说 如果你是婚后赠予的话 那么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是不可分割的 是不可分割的啊 如果孩子已经结婚了 你这个房子是婚后 给这个孩子 那么属于这个孩子 他自己的这个资产 是不可以进行分割的 跟我们常常想的 哎呦 孩子结婚之前 我把这房子给他 对吧 如果你在结婚之前 给这个孩子了 那么这个房子 以后的增值 都是可以分割的 要有婚签协议呢 来定义这个房子啊 还是蛮复杂的 还是蛮复杂的 所以说我只能说 如果说你想把这个房子 我自己的房子 我在我活着的时候 就把这个房子 给我的这个女儿 对吧 那么我呢 可以用赠予的方式给他 如果是自住房 你愿意怎么赠予 按什么价格都没所谓 都没所谓 如果是孩子 也是自住房的话 如果说是出租房的话 你最好就是按市场价 来进行这个 来赠予啊 该交多少税 交多少税 该交多少土地主要税 交多少土地主要税 并且最好是婚后赠予 婚后赠予啊 三个点啊 如果是投资房 按市场价 然后呢 这个呢 婚后赠予 另外一个呢 婚房呢 我会在后面是单独说 这个大家呢 也可以截屏 也可以截屏 其实呢 我在这个 我的这个YouTube视频呢 也讲过啊 也讲过这个 呃 盛天这个赠予 下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常常说的 就是这一块钱赠予 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哈 一块钱赠予 在什么情况下 是可行的 呃 这个 有点乱了 哈 好 呃 首先呢 就是转让价格哈 你可以是 土地 转让价格呢 只会影响你的这个土地转让税 啊 和你的孩子的这个成本价 跟你父母交多少税 跟你的转让价格是没有关系的 哈 就跟刚才我说的这个赠予哈 无论你按什么价格赠予 你deem的disposition呢 都是按市场价来进行缴税的 那你这个转让价格 在律师文件上的这个价格呢 只是跟你的土地转让税 和你孩子的成本价有关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哈 假如说这个房子成本价是20万 这也是我的一个客户了哈 他的成本价是20万 其实现在当前市场价已经是160万了 假如说孩子将来是以200万卖出 那大家来看一下哈 一块钱转让 我们先看一块钱转让 不要看市场价哈 如果这个房子是父母的是自住房 我们就想想 如果你现在收了一个房子 是你的自住房对吧 那你想把这个房子给孩子 如果孩子也没房子 那孩子也接着自住 那你无论是一块钱转让 还是160万转让 都不存在事物问题 这就是我们常常说 在房子的规划中 你有条件的话 最大化你的这个自住房 因为你这个自住房呢 无论从50万涨到100万 还是从这个50万涨到200万500万 都不需要交税 都不需要交税哈 所以说都是父母自住 孩子也是自住的时候 都父母不需要交税 孩子将来也没有增的税的问题 无论你的这个市场价是多少 无论你的转让价格是多少 那么这 那么最最理想的就是第一种情况了 对吧 既不用交这个增值税 也不用交土地转让税 第二个 如果父母这个房子 自住我没有办法给孩子 我还得住啊 对吧 我给了他 我住在哪儿去啊 那么我把一套出租房啊 这个名字的转让 如果孩子是自住房 那么孩子将来没有增值税 没有增值税 就是说无论你是用一块钱转让 还是160万转让 对吧 那么deem的disposition 都是按市场价来进行计算 那就是说父母的出租房转给父子女自住了 我这个出租房还自己 干脆给孩子吧 孩子还没有自住房呢 对吧 转住这样 当他当自住 我自己把这个税交了 那么孩子呢 将来呢 就没有这个税务问题了 好 所以说呢 如果你是出租转自住的话 一块钱跟160万 都是一样 那还不如你就是160万 一块钱也行啊 因为这样的话呢 你少交了这个土地转让税 土地转让税 如果说是孩子变成出租了 那就会有数有问题了 如果你的自住 那么父母不用 一块钱转让呢 你也不用交税 你160万转让 你也不用交税 因为自住房是免税的 但是孩子会不同 如果孩子是出租房 你的这个转让价格 就是孩子的成本价 就是孩子的这个成本价 本来这个房子 当前的成本是160万 对吧 那么如果孩子 是200万卖出的话呢 他总共增值了是40万 他交10万的增值税呢 就可以了 对吧 但是你非要一块钱转给他 因为你少了当前的 土地转让税 对吧 那结果呢 孩子就要从 把这一块钱 当成这个出租 投资房的这个成本价了 对吧 那么一块钱到200万 他就要交50万的增值税 所以说呢 如果孩子是出租房的话 请一定按照市场价 来转让 你就想想你现在这个房子 对吧 如果你是 你转 你的自住房 你给孩子了 但是孩子已经有房子了呀 孩子要当成出租房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你不想看到 你过世之后 这个房子传承的不确定性 对吧 那你说我现在就要转给他 请你一定按这个市场价值行 去转让啊 对号入座一下 你就不会糊涂了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你非要一块钱 你省了土地转让税 你亏了40万的增值税 这就是出租房 最最这个 我们常常说的 double taxation 就是父母的出租房 变成孩子的出租房 比如说 比如说我妈妈吧 对吧 她已经快80岁了 对吧 那她的 把她的房子给我了 我十有八九 就是出租房啊 我我肯定不可能 还没有自租房 对吧 那么如果是妈妈 把她的出租房 转给孩子 继续当出租房 一定要按 160万的市场价 按市场价呢 去做转让 为什么 如果你按一块钱 转让的话 妈妈的这个 这个 对税务局来讲 她不管你这个 跟律师那 签的文件是多少 她就按市场价 收你的这个增值税 35万交过税务局 35万交过税务局了 你这个名字 才改才能改成 对吧 但是孩子的 这个作为投资方来讲 她的这个成本价 就会认定成 你这个律师文件上的 这个一块钱 那么孩子就会 一个50万的增值 但实际上呢 她你如果按160万的 这个市场价 去做转让的话呢 她就交 10万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妈妈 父母这辈呢 交35万 孩子交10万 你如果按一块钱转让 你就double taxation 其实呢 这是对税务局来讲呢 对你这个恶意哈 就是 play around的 对一个惩罚性的 这个积税 其实呢 不光是在房子上啊 在我们看到很多客户啊 她这个 10万块钱的 这个 这个这个股票 对吧 她非按成本价 转给太太 结果会造成 这个double taxation 这个就是一块钱转让 十货可行 房子的话呢 只要是转让 只要是赠予 或者怎么样 就是deam的disposition deam的disposition 就会有一个增值税 增值税的这个问题 那么对房子这个转的过程中呢 就是两个价格 对吧 如果是 是 是 是投资 那就成本价是多少 那么如果是转 转这个名字的话 那就途地转让税 对吧 好 这个一块钱转让 是否可行呢 这个图呢 也需要大家呢 截屏 我相信我今天的虽然呢 尽量跟大家讲解 但是呢 可能也是比较 比较不容易理解的 最后一个想跟大家 反复强调呢 就是这个metrimonial home metrimonial home呢 就是婚房 婚房 什么是婚房 婚房就是说 夫妻两个人 结婚之后 共同居住的房子 就叫婚房 也就是说 他可能有一个自住房 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市区 对吧 他可能在 其他的地方 比较偏远的地方 他有一个cottage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度假的屋 所以说 婚房的壳 是可以有多个地方的 第二个呢 就是说 父母和子女 联名持有的房子 也可以变成婚房 可能说 我这个 这个这个 是爸爸妈妈跟孩子联名的 对吧 然后呢 孩子结婚之后来住了 那也会成为子女的这个婚房 其实呢 还有 即便你没有tidal 你出租的房子 也是婚房 也可以当成 他居住的地方 居住的地方 婚房会比较 比较麻烦一些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任何限制夫妻一方 对婚房权利的这个合同 都是无效的 比如说 你这个房子 我给孩子的一个房子 对吧 我在这个是婚前给的 我签了一个婚前协议 说这个 这个房子 这个 儿媳妇也好 儿子永远都不可以分 这这样的婚前合同 都是无效的 还有一个 就是说 婚房 无论你这个房子 是谁买的 有没有名字 它的这个原则 都是一人一半 平均分配 这个说 说出来呢 大家可能还是不太理解 我给他也是拉了一个表 拉了一个表 假如说 这个房子的买入价 成本价是一百万 那么当前市场价呢 是二百万 假如这个产权啊 就是这个 这个老公的 然后呢 他们这个结婚之后呢 产权没有变更 产权没有变更 如果是婚房的话 那么如果说这个 婚姻出现了变故的话 就是一人一百万 一人一百万 你看到吧 这个产权 一百万的房子 市场价是二百万 那么这个 只有这个 老公的名字在 在上面啊 这个呢 产权结婚之后呢 没有变更 就是说 这个结婚 结婚之前就有这房子了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婚后没有进行 产权变更 只要是婚房 就是一人一半 老公 结婚之前就有这房子 然后呢 结婚之后呢 把太太的名字给加上去了 如果婚姻出现变故 也是一人一半 也是一人一半 只要是婚房的话 婚后共同购买 就不用说了 对吧 假如说两个人是 结婚之后一块买的 虽然你只写了 一个人的名字 写了一个人的名字 那么只要是婚房 也是平均分配 也是平均分配啊 那么如果这个房子 是这个老公啊 父母 父母给买的啊 父母在婚前赠予的 婚前赠予的啊 也没有变更 也没有变更产权 那么只要是作为婚房的话 同样也是 老公老婆一人一半 婚前赠予也好 婚后赠予也好 变更啊 产权的名字 变没变更 都没有 没有关系 只要是作为 这个metromolean home了 是你的这个 市区的这个房子 还是远处的这个cottage 都变成一人一半 进行分割 如果不是婚房的话呢 不是婚房就会有 多种多样的 这种分割方法 比如说 这个 这个 一般买的 对吧 市场价是200万了 那么这时候呢 两个人呢 虽然说 这个没有这个 太太的这个名字 对吧 但有可能 可以会进行分割了 对吧 就是说 婚后 婚后增值的这100万 一人一半 那么老公呢 是150万 老婆呢 是50万 对吧 如果你加上了 老婆的名字 就意味着这个 房子是一人一半了 那就是一人一半 所以说 如果是非婚房 非婚房 它有可能是 不平均分配 对吧 婚后赠予的时候 它有可能是 完全不 不会平均分配 但是如果是婚房的话 有的时候是 是短期婚姻了 对吧 那可能是闪婚 那一年又离了 对吧 那么也会存在这个 对半分的问题 所以说呢 大家呢 就是 我今天讲的呢 这都是知识点 都是知识点 就是说 最最 如果你给孩子一个房 你们结婚了 我作为这个 你们的礼物 给你一个房子 那你就要想一下了 你就要想一下了 你这个婚房 将来的这个平均分割 会怎么办 如果你现在呢 是想把这个房子 转让给孩子 那你也要想一下了 你这个房子 你是自住 还是孩子是出租 你现在是出租房 还是将来孩子 是自住房 对吧 这样的话呢 对于知识上的一个了解呢 对我们每一个人呢 对于这个规划呢 都会有帮助的 你赠予也是一样的 赠予也是一样的 它就是 Dimed Dispensation 你这个 无论律师 跟你说成什么价格 你自己要知道 你自己要知道 你这个 对于税务局来讲 你这个 这个这个 税务的问题 好 想到哪 这是婚房 好 那么 说一下这个投资房 投资房 作为房子的投资 作为房子的投资 只要你进行房子的投资 你都需要考虑的 我们曾经是看到 一个单身妈妈 拿30个投资房 也看到年薪 只有一个人工作 只有一个人工作 年薪10万 13个房子 一个自住 分别6个出租 结果这个先生过世了 那么这个12个投资房 怎么样处理 对吧 所以说如果有意外 你房产 你能不能保留得住 然后就是你将来 这个房子赚了很多的钱 你的这个资金 投向哪里 再就是你这个房产 能否顺利的 留给孩子 这个呢 是我在这个 房东网上的讲座呢 曾经讲过这样的 这样一个话题 大家呢 也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那么回到我们最开始的 资产传承中的 税务规划 跑不出去两部分 一个就是 税务局的这个税 一个呢 就是quart的这个perbate 那么我们ideally做的 就是说 税务局呢 我们不给他交税 然后呢 quart呢 我们不给他交perbate 不给税务局交税 就是说 我这个资产 我不给 我就留没有资产的 没有 没有tax的这个 没有final tax的这个资产 不交这个 不给quart交这个perbate 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我通过 设立受益人 或者说 我进行资产联名 对吧 那么可以设立 受益人的话 那也是一个review了 RSP TFIC SACFund 保险 当然还有公司和信托 虽然不是通过 受益人 去 去 避免 对吧 但是他有他独特的 这个方式 因为他根本就不进 不进这个 遗产 不进遗产 那么不计 没有税的的话呢 那就是文权免税的话呢 就自住房 TFIC 这个保险 三种产品 这个大的这个概念 有了的话 都不会 大差不差 差不着哪去 好 SACF Planning呢 它其实呢 是需要 至少三方 三方面 共同才能做完 就是律师 这个 Accountant Financial Advisor 三个人才能一起做完 对Client来讲 一个人不可能拥有 这么全方位的 这个knowledge 那么上次呢 我也跟大家举例了 SACF Planning 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这个人 他什么都没有 处理 也没有遗嘱 也没有 这个 指这个 beneficiary的情况下 他547万的 这个资产 547万的资产 会有127万5的 这个税 127万5的税 如果说 他能在遗嘱里面 指定spouse 作为他RSP的 这个继承人 或者说呀 他虽然没有 在遗嘱里指定 但是这个执行人呢 executor 有相应的knowledge 那么在 这个人过世的一年之内 跟税务局呢 做一个 做一个 做一个filing 一个election 他呢 也是可以帮助过世的 这个人 把这个 把这个 把这个90万的税 给免掉 你就知道 这个遗嘱 和这个遗嘱执行人 是多么多么的重要了 那么他 如果说在遗嘱里面 也指定了 这个non-register的 这个账户呢 是让这个 配偶继承 对吧 然后呢 这个资助房 TFIC都通过遗嘱来指定 或者是呢 这个执行人 通过跟税务局 交涉 在一年之内 做一个filing 那么他这个税 就可以从 刚才的 这个127万5呢 降低到这个35万 所以说 大家知道哈 这个 这个 懂这个 懂这个 IC planning 的这个遗嘱执行人 是多么的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请专业的 这个会计师 专业的这个律师哈 tax lawyer 对吧 来帮 或者说我们现在呢 在活着的时候 就有很好的安排哈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一个 IC planning 他其实这个呢 叫spouse so rule over哈 如果说他把这个房子 虽然不是联名的房子 联名的不是联名的房子 那么在过时 如果他不指定 这个孩子啊 当即 当当即上任的话 那么 呃 这个spouse呢 就是继续和这个 IC 联名 也没有这个税的问题 这个呢 也不是说一向能讲通的 大家有个了解就好了 就是要进行这个规划了哈 呃 大刀质检了 大刀质检哈 就说我们在资产 进行积累的过程中呢 你要多样化啊 你要有自助房 你要有投资房 你rsp tfic 你的etf 要股票也好 私募基金也好 还是你自称也好 你是要通过资产的 这个多样化呢 来呃 来倍增啊 来积累资产的 但是当你这个资产传承的时候 最让你省心的 就是三个资产 一个是封鸿保险 一个是你的自助房 再就是你的这个免税账户 如果说啊 你能够在最最终的时候 你就剩这三个资产的话 那真的就是 是最省事的一个方法哈 也就是说 我们在增长的时候呢 要要注意资产配置的多样化 来分散你的这个风险 也是呢 有抓到不同的这个机会哈 那么在资产传承的时候 一定要提前的配置 就像我刚才说了 你这个房子 你这个房子啊 你在买的时候 你就在想好了 如果是买的时候 没有想好的话呢 就有一个资产的 一个动态的一个调整 也就是对这个资产管理的 一个一个过程 好的 那么这个啊 作为这个保险的话呢 它在这个 asset planning里面哈 几个重要的 几个重要的这个 这个这个作用 比如说呢 它可以帮你把 最后收入的这个税 帮你清掉 对吧 它可以呢 帮你create create 增加你的这个遗产呢 然后呢 它是你整个 遗产规划里面 最最便宜的哈 最最便宜的一种方式 无论你怎么比较 它都是最便宜的一种方式 然后呢 它可以帮助你实现呢 遗产的这个平均分配 平均分配 最后呢 它帮你呢 解决你这个遗产的 所有的这个liability 除了你这个 这个income tax之外的 其他的 所有的这个债务问题 还有你所有的 这个费用的问题 好的 今天呢 就是我跟大家呢 分享的 大概呢 也是 差一点一个小时哈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现在呢 都可以提问 这个呢 是我的电话啊 这个email 也欢迎了大家呢 跟我联系哈 这是二维码 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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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